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這個天壇 每個人也都是臉比較寬的 但是他們今天都把自己覺得 讓臉最小的樣子穿出來了 是 看得出來嗎 誰 誰 他們有在穿衣服 要換嗎 現在要去換衣服了嗎 他們有在 他們有換了 他們穿好了 他們有在穿衣服 他們是換好了 他們自己已經換好了 來雪梨 你的補救是什麼 大V領巴 下巴這邊延伸 然後我故意用捲髮 讓頭髮比較有空氣感 蓬鬆一點 讓我的那個 這個腮棒這邊都可以遮住 就是窗臉嘛 然後 再加高跟鞋 就是讓身體拉長一點 所以你覺得你碰到的問題是 你的這邊比較寬一點點 你通話撩起來我們看有多寬 哇 超硬 哇 有點遠喔 纏痛 差滿多的耶 真的耶 有寬有 OK啦 但因為確實那個就是 腮幫子比較寬 我曾經碰過一個女偶像 然後我幫她化妝的時候 因為她平常的造型都中分 然後放長髮 然後因為她五官很漂亮 然後化妝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要補妝 不是要稍微再弄一下 我把她那個旁邊的撥開來 我嚇壞了耶 因為我有史以來看過 就是 真的好遠喔 就這邊好遠好遠 草原 離超遠的 然後還好 妳的意思 一般是這樣撥嘛 你撥她是 這樣才整個撥開嗎 沒有 這樣比較遠嗎 不是 一般我們撥開 撥開要補妝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刷子 就可以直接來了 它是我撥開之後 我這樣子才開始刷 因為真的很遠 但還好因為她五官很集中 所以她就露出來的地方 妳會覺得她臉超小 五官又立體 可是她撥開 所以她還有曬幫子就對了 很大 所以像她這種也是一樣 其實有幾個方法可以解決 第一個最簡單的是 這個通常我不鼓勵大家 但是我覺得每個個案不同 像雪梨就是 你把眼睛畫大一點 睫毛長一點 不是 我覺得 妝立體 我不知道啦 參考一下 她的問題 因為通常 臉大的時候 你就會說有空氣感這邊 可是她這邊蓬鬆的地方 剛好是她最寬的地方 對 她的重點是她額頭窄 所以她只要把額頭 撥開一點 是不是 還是她 這也是一種方式 額頭拉高一點 可是因為她的頭型的關係 她的額頭的頭髮沒有辦法剝開 為什麼 她現在你會覺得她很重 是因為剛好她又布丁頭 上面很黑 所以如果她整個頭髮 太久沒補染 髮色是完整的話 她現在這個髮型是OK的 但我剛剛講 所謂 妝濃一點 是讓她五官變立體 比如說讓她的眼睛再畫大一點 眉毛畫粗一點 然後 這個 嘴唇的輪廓也更明顯 她反而會讓她五官變立體 OK 頭就會變小 頭是對的 只是妝是不對 對 妝是不對的 OK 好 請回座 謝謝 那她大V頂是OK的對不對 她的大V頂 因為正好對應到她的臉型 具有修飾的效果 OK 好 來 第二位 這位是水型 木型 其實身體 身材都不錯 對 那就是那個臉 你的問題是 算高 我173 那很高 我的臉型的問題就是很明顯的顴骨寬 然後腮幫子很寬 要挑起來 那可以演 跟順哥演鐵絲玉琳 這已經困擾我很久了 從小到大 腮幫子跟這個顴骨都很高這樣 所以你的穿搭 所以我穿搭就是從V領 然後希望她可以拉長我的臉型 然後就是戴項鏈 戴項鏈然後跟V領 拉長我的臉型 我比較好奇是你的額頭 你可以就有看額頭嗎 我的額頭是五指高 超高 超大 身跟腳 身體亮起來 兩隻腳吧 應該已經到五指三了吧 其實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有點高 可是其實 可是那種額頭感覺臉有長 就是比較忘記這個 沒有 那是瞬間的視覺效果 瞬間 他如果一直都是沒有流海 所以他對不對 大家好 大家好 一瞬間抓瞬間 閒門臉喔 對 所以我就這樣靠衣服就是大V領 然後再來就是穿短裙跟過戲 所以讓大家focus在我的身材 不是我一直我的臉 一直看腳都不看臉這樣 對 那個同學就說 你全身上現在只有腿能看 所以有人一直盯著你的腿 看不看你臉 你會覺得開心是不是 他一個臉已經自備到這種境界 沒有信心 對 因為就是臉 然後就是 之前會嘗試就是修容 可是我發現修容之後效果也是有限 很有限 非常 你確實 因為他的臉頰並不是很肥 還好 其實 還好 其實 沒有到很方 木星 如果他在我這邊問枕的話 我一句話就會讓他退回去了 把頭髮剪掉就好了 剪短髮 你短髮就是臉瘦得不得了 那像美人姐這樣是不是 美人姐的髮型 如果他現在願意剪掉 我馬上拿剪掉把它剪掉 這樣嗎 我告訴你 來麥克風我拿著 我是不太願意把臉露出來的 為了今天 哇塞 是一聲 我的臉跟他一樣寬 不會吧 要剝開了嗎 但是你頭髮剪 對 這不會丟到牙 真的假的 真的嗎 對 要頂 就老腳 我這樣很熱 要瘋 進廣告 哈囉 各位女士 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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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要 頭髮剪對 把頭髮剪對 大家真的還有心裡的服務 有 不是 我是真的是 在他面前這麼近的這種表滾區 我就是 剛剛完全是用看Discovery 奇珍一寶的感覺 很衝擊耶 你的頭髮真的救了你人生耶 很棒對不對 對 髮型真的太重要了 對啊 剪斷法 剪斷法 而且他也不用像美人姐 你現在把他頭髮抓起來 他就知道兩個長度 其實他的頭髮最簡單就是 妹妹頭就好了 而且你不是這個地方最在意嗎 你就是剪 長度跟你的下巴 平 齊長 他就會看起來很好 是不是像我這個長度這樣子 對 差不多 趙雲那個髮型 趙雉雞的髮型 留一點點 這樣子對不對 對 差不多 對不對 再稍微長一點點 跟他下巴齊長是最好的 要把他包起來 對 這樣 你看臉型也出來 看起來多可愛 比較小 對啊 他也是合那種 厚短前長的對不對 剪了 馬長好 綁側 剪了 剪了 綁他剪掉 剪掉 你不要穿那個外套 因為那個毛毛 感覺好像你頭髮已經衍生在旁邊 他的後腦勺 可以剪我這種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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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邊 就是厚短前長 就是包剝頭 厚短前長 對 對 剪斷 然後瀏海要留著 拜託 好 瀏海一定要留著 你們剛剛的表情太誇張 沒有看過你那樣 給我穿 沒有看過你那樣 那樣給我剪掉 震驚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是 我是一個戲子 所以我本來反應比較誇張 其實OK 你戲子 我難講的戲子 沒有啦 好 那個 NICO你也穿了你的小臉裝 來 NICO好像你的問題也是 他就是原潤 沒有 因為我的臉就是很大 然後笑起來 你怎麼曬那麼黑啊 沒有 因為我從小就黑肉跌啊 哪裡人啊 對啊 他不不上來還會講 別的問題 他本來比我比較黑 中理不會黑啊 中理怎麼會黑 沒有 就是因為我 可能早產放寶溫箱放太久 不是 這根本 拜託 你為什麼不說你照黃膽照太多 我黃膽耶 對啊 我不是白跟鬼一樣 然後我穿的是那個黑色圓領的上衣 然後加一件V領的 也是可能是迷思 然後我不敢穿高領的 因為不敢嘗試 然後再穿一件短褲跟馬靴 然後自己感覺可能這樣可以把臉拉長 這個明春老師到底有沒有 他的做法是對的嗎 好 字幕by索兰娅